在電腦室內,我們主要用iPad給他們試 就是這一組,今天抽出來的這一組 讓他們嘗試的時候,其實他們是很愛不釋手 這一班是三年級的同學 但比我想像中,他們都學得很快 他們很快就可以掌握到 他們上課的時候,因為他們是四年級 他們很快上課之後就教三年級 變成有一個教學的互相幫助 對於他們來說,其實都是好 因為他們最能夠學得深入就是教別人的那一刻 所以當中他們試過剛剛上課 就是我給他們一個任務 他們學了這一套 之後就同時三年級做,但他們有些困難 但怎樣可以讓他們去教三年級呢 這個過程也是一個很好的過程 有一段很緊的影片,其實就是他們學的時候 他們在試裡面的東西 哎呀 其實看到他們很緊張 哎呀 其實他們是很喜歡 應該都會訪問一下用家 因為今天今天邀請了四位用家過來 因為有時候老師分享有老師的角度 但是學生分享的角度呢 會更加是體驗到 可能在SAMLAPS的同時 應該要聽一下他們 即是反映一些什麼 那這個簡單呢 我有一個少少短劇 那時候想模擬一下 就是那兩劇 其實我都是做了兩堂 三堂左右 那這兩三堂裡面 我們大概做些什麼 但是因為時間有限 所以我們會有一些斬頭斬尾 只有魚頭魚尾 魚身就有時間關係 好,小朋友 我們今天呢 就是做一個叫SAMLAPS 好啦,上次教了大家 怎樣去做Connection 對啦 因為它很簡單 就是用一個藍牙裝置 它就已經可以Connect到 你放近它 開著了 對啦 好啦,我們Connection有兩樣東西 一個是燈 一個是Light Sensor 我們剛剛上次講了 好,先開出來 記不記得我們上次講了 我們說 一個智能家居的系統的時候 有什麼智能法 你覺得智能家居是怎樣的? 他先回答 我覺得是環保和自動的 OK,它有自動的功能 很方便 OK,會方便的 還有呢 剛才說自動 什麼叫自動? 怎樣自動開燈 平時開燈開燈開燈 關燈就按個按鈕 如果一個智能的系統 應該怎樣做呢? 就是有人 就是天黑的時候才會亮燈 如果當天黑的時候 他才會亮燈 有人在這裡的時候才會亮燈 或者有人才亮燈 這個就是智能 好處就是環保 好,不如我們今天就試一下 用這兩個 我們試一下模擬一下 亮燈就感受到光了 這裡就是燈 剛才你們已經很快睡了 OK,這樣就連接了 好,試一試 如果是很光的情況之下 現在會怎樣呢? 但是天光 你很光 他又是這樣亮燈 我們應該要天黑才亮燈 那應該怎樣做呢? 對,不夠光才亮燈 那怎麼辦呢? 好,當中有一件事 請你試一下加一個 filter 進去 或者你加一個 inverse 進去 看看情況是怎樣 對,幾多字幾多號呢? 你試一試 先看一下 這個readings 它高大數字的時候 它代表什麼 你能不能觀察到呢? 好,不如試一試過過程 可不可以給我 對 好,如果現在呢 我沒有掩住的時候 應該就亮燈 掩住了 應該是很黑的情況 好,很黑的情況 數字是怎樣的? 小一點 是小一點的 對,黑的情況數字小一點 光的時候數字就大一點 即是說現在我們要光的時候 就關燈 黑的時候 數字小 就是開燈 可以怎樣做呢? 將兩個東西調轉 好,你們試一試 看一下這個 對,就是一個用inverse的過程 這個就是一個調轉的過程 當100 它就會調轉變成0 0就變成100 一個調轉 好,那現在試一下 現在呢 天黑了 很光的時候 當天黑暗的時候 暗住了 真的要亮燈 這個呢 可以做到 剛才所說的效果 對嗎? 就是當天黑的時候 它就會亮燈 好,那 從事一下 我想試一試 比較挑戰你先 如果可不可以呢 試一下變成一個 不同光度的情況之下 有不同的顏色出來 最暗的情況呢 就是紅色 最沒那麼暗就是黃色 最光的情況 用綠色來表示先 好,試一試 看看可不可以做到先 對,你首先按個顏色出來 好,拉一點顏色 好 三個 可以 在這裡 豬頭加了兩個 Felter Toucher在這裡 兩個 然後 不是,不是 不是 不要啊 不要 要加這個 試一下 慢慢試一下 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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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哇,你們數學不錯 立即隨三是三十三 不是的 要加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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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那個變成紅色呢 將那個變成紅色 紅色 然後我們就可以 我們就可以放好第二個 我們好像多了一個 Felter 對 對 不是啊 你們的觀察很好 Felter有多少個呢 怎樣用法呢 好 然後我們要做第二個 Felter 我們不記得一次 拿一個Felter 我們拿一個Felter 我們拿一個Felter 我們可以拿一個Felter 剛才掉了 然後把它放到黃色那裡 然後把顏色轉到黃色 你掉了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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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erse Inverse 因為Inverse就不需要了 你簡單 我們做兩個 黃色的就變了 然後 然後就連去那裡 設定 三十 好 由於時間關係 不如我們試兩個 後來試兩個 後來試兩個都試到 六十 六十三 一百就一百 好 六十四 一百就一百 一百就一百 OK 好 我們試試兩種 看看是否 兩個才有三個 好 好 你們很想要三個 我們就讓你做完三個 好 把顏色設定為 六 好 那就不看了 好 好 那是否真的試到 可以了 好了 現在六十六 變成綠色 好 好 好快去幾分鐘 試一下 因為現在就是很光的環境 變成黃色 當很暗的環境之後 真的變成紅色 但是這裡 為何沒有了綠燈呢 明明很光 我已經沒有掩蓋的東西 為何會變不到綠燈呢 因為它那裡微到六 因為它那裡微到66% 所以是不行的 哦 那就是說 跟我們這個環境有什麼關係 就是 燈沒有那麼光 沒錯 原來這裡的環境沒有那麼光 所以可能不行 可能我放近一點的燈 可能就會好些 所以原來 在不同的環境之下 但是呢 那個數值我們就要去做不同了 OK 好 那這個短劇呢 去到這裡 那 可以說好的 麻煩你 試一下 真的喔 現在很夠光的情況 畫畫幾 那就變成綠燈了 所以原來真的 我們有不同的光度 可以做到不同的事情 我們下一步呢 可以試一下 會不會還有其他應用 可以呢 用到這個原理呢 可以落下去了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短劇 就是他平時其實上學的類似就是這樣 他們不斷要討論 有時候會吵架 但是吵架到學生當中呢 其實他們就會學到 有些什麼是需要加 有些什麼不需要 試過程當中 即使錯其實我覺得是不要緊要 因為錯的過程當中 他們學得更加多 我們可以抓到哪一個 方法 也請你 就說 有些noon 有什麼 方法